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搞错 这里所说的切也就是拿了你的命 江上派是一个江湖邦派 其实就是行遍的团伙 江上派有一句绝不外传的口诀是这么说的 贪者必贫 君子已为大界 忽悶亦为五界之首 所以江上派的成员统称为阿宝 阿宝是黑话 是那些靠算命行遍银食的人 正所谓 救不在上 而在一 上是指行遍者 一是指受遍者 这句话是出自江湖秘本阿宝篇 意思是人性都是贪男的 贪男是大界 贪字只有贫 所以做阿宝的 去滚那些贪的人是没错的 换句话说 抵他们死 跟着祖爷就等于有了保护膳 但是握来的钱要统统打日头 打日头是我们的行话 也就是赚回来的钱要统统上轿 一个崩也不能少 然后自己才可以抽头 具体抽多少呢 就全由祖爷来定的 有些人就偷偷自己落了格 哼 你是别小事 祖爷有的是手段 不是的话 他就不叫做祖爷了 祖爷的心理战很厉害 而且还会派人打圈子 打圈子也是行话 也就是监视的意思 一旦被人发现了 第一次 剁你一只手指 再有第二次 就要撤的了 进了我们这行 这一行就不要再洗手不拖了 因为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一不就继续拖下去 一不就会被人撤的了 但是通常就没有人会反水 因为我们这一行收入很高 而且没有淡贵 跟着祖爷 首先要学的是阴阳五行 我们的行话叫做打底子 就算是骗也要有些基础 不是有什么闪失的话 会把祖爷也拖下水 好了 打追一个月的底子 就开始学英耀 英耀也是韩话 也就是骗术心理学 英耀的核心口诀直到现在 我还记得一清而楚 一共有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这么说的 入门观来意出言莫愁锤 天来问追欲追贵 追来问天为天佑 八问七 喜者欲憑七贵 愿者实为七首 七问八 非八有事 必然紫色艰难 时子问前途生酸为近古 蝶蝶问此事 定然此事缺 频频问原因 其中定有因 频道从清高 不忘利欲 妙郎达是 志在山林 五 一哥要狠刀 二哥要抛刀 三祖要跳祖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不要急着 这些都是黑话来的 让我慢慢解释给你们知道 第一句 入门官来意出言莫愁锤 就是说有人来找你算命 或者你去上门算命 自己先不要说话 要听对方说 对方说得越多 透露的讯息就越多 你看准时机 准时机 一句准下去 准准要害 千万不要愁锤 不要无铃两可 不是的话 对方就会认为你无料 那怎么才可以抓准要害呢 那就要听到下面这几句 第二句 天来问追欲追贵 追来问天为天忧 天是指父亲 追是指儿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父亲帮儿子来算命 基本上都是想问一下儿子 会不会出人头地 将来又不能富贵 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哪怕自己的子女是一只碧虎野鸡 他既然来问言外之意 都基本上是现在的儿子不是那么生醒 或者是没有富贵的迹象 你按这个方向来断 肯定就没错了 而后半句的意思 就是说凡子女来帮父母算命 那绝对是父母的身体不好 要是有病 要不是可能更加严重 就快不行了 除此之外 子女一般是不会想起父母 所以你直接断他的父母身体不好 那肯定是没有走鸡 第三句八问七 喜者欲凭七贵 愿者实为七首 八是指妻子 七是指丈夫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妻子来问丈夫前途和运势 如果这个女儿是高高兴兴 面露起色地来的呢 就说明她老公最近可能会有冠运 又或者是财运 总之是即将会有好事发生 但是那些好事还未到 或者刚刚有苗头 她想过来问一下 那你就可以直接断她的老公 有福有录 就来要行大运的 不理结果是怎样 她当时肯定都会很开心 上银就肯定不会少了 相反 如果这个女儿来的时候 整面有屈 好像苦瓜干一样 那肯定是她老公最近行衰运 或者是没了顶乌纱 或者要破财 再者 有可能就是两夫妻感情不和 你向着空的方向断 肯定是八九不离十 然后再狠狠地作她一笔 说她知道 如果不解灾 肯定会衰足十年 还会有性命之休 这个时候 她还不把袋里头的银丸 怪怪地拿出来吗 你骗她 她还要多谢你 第四句 七问八 非白有事 必然 紫色奸懒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老公来帮老婆算命 只会有两种可能 一不是就怀疑老婆不忠 被陆母她带 一不是就没有儿子生 除此之外 老公永远都不会来跟老婆算命 第五句 事指问前途 生孙为近古 生孙是指商假 指有钱人 近古 近是指在生 古 是指作古 也就是过了身 事指也就是读书人 事指来问的 肯定是前途 看看可不可以高中有没有官做 会不会江中耀祖 而有钱人来问 肯定是想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少 或者问一下这世人 有没有什么大灾大祸 因为这些人 有的是钱 什么都不缺 就是怕着自己的命不够抢 捉着这个心理 一切都好说 第六句是这样说的 蝶蝶问此事 定然此事缺 频频问原因 其中定有因 反反复复的 总是问某一件事 这件事肯定就不是那么好 可能是很不寓意 凡是总是捉着一个问题 问起身 没完没了 计刀不断 这个问题不用问阿贵 肯定就是事情的起因 不是你算得准 而是他透露得太多了 第七句 贫道重清高 不忘利辱 真正的出家人 是不会去算命的 那些看起身 杜貌岸然的争道 如果前来问事 那就肯定是烦心不死的表现 不是问利 就是问玉 尼尼尼玉许之 他必然会大喜 第八句 一哥要炮刀 三组要跳组 这些全部都是黑话 一哥是指最容易上勾的袍子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水鱼 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容易打法的 对你是深信不疑的 这个时候 落刀一定要狠 狠到什么程度 祖爷说了 不要倾家当产就可以了 二哥是指对你有些怀疑 或者认为你算得不准 这个时候 你就千万不可以乱战 不可以贪心 一个崩也不要收了 三组是指故意来搞事的人 如果对着一个人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专门来上门搞事的 马上撩枝大吉 剩下的事就由祖爷来搞定就行了 祖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 长相生得很好 很面善 如果你不了解他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将他和那些什么诈骗 行溃 杀人联系在一起 祖爷轻易是不会生气的 是在那些小脚做事 碎了 他才会化脾气 但是也不大 不是一般人印象当中的那些又打又骂 但是 只要他一扮起臉 就足以把人吓个半死 我见过祖爷发的最大一次脾气 是我入行之后的第二年 有几个霸头要爬香 霸头就是祖爷底下的第二级管理者 爬香也就是造反 祖爷当时雷霆大路 亲手切了那个带头的霸头 我第一次钓刨子 也就是去找水鱼 是我加入堂口两个月之后 因为是新手 城里头的墙是不准打的 祖爷安排了一个叫安家庄的村子 是离城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祖爷说我生得肥 对眼又小 那就可以眼一坦 扮个盲老 这样一来 对方的心理戒备就没那么强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次打场根本不算是什么 只是试水 与祖爷的大局就相差得太远 他那些大局一致就可以圈成上万个大洋 话说当日我拿着一支竹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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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头几户人家都将我烹出来 到了后来终于有一户人家让我坐下 这户人家只剩下一个老太太的家 老人家大概六十几岁 整面打杂 他把我让进屋 他把我让进屋 不停地说 年轻人家慢慢来慢慢来 让我担张等过你先 我当时心里头就很不舒服 老太太就很不舒服 我便宜了 论下来 他还比我差 老太太浸一杯水 我接过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手都爆了拆 很粗 好像树皮似的 忽然想起我已过了身的老娘 老娘是前一年肺结核死的 她对手和这个老太太一模一样 我有点心愿 但马上想起祖爷那对眼 想到了罢头交给我的任务 唯有硬着头皮顶硬上 老太太很关心地问 年轻人呀 那么年轻就要出来做这一行 真是难为你了 我对眼一翻就说 但是我自小失明 找不到食 唯有跟师傅学下算卦 我虽然是盲的 但是我心里什么都清楚的 好 好 好 年轻人很不错 我没有其他本事的 只会算吧 大妈 你想帮谁算 是不是和自己算下 不是 我都那头近了 还用什么算了 你帮我的儿子看看吧 帮他算下 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灾 所以他这句话呢 直接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有很多 他儿子这两年肯定是过得一样的 而且这个老太太说话的时候 还是声震震的 我就说了 大妈 那你把你儿子的生神八字 告诉我 我帮你算下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做起 后面要怎么批怎么说 早就想好了 这个老太太 报出了她儿子的生神八字 所以我开始合纸一算 反白眼的时候 我见到这个老太太 等得很心急 大妈 你儿子是水命 这两年犯太岁 不是那么顺 说完 我就留意看看 他有什么反应 根据他规律 回答基本就是肯定 如果是否定 也没什么所谓 我说这两年 也可以包括今年 今年才刚刚开始 还没结束 如果他否定 我就说 要到下半年才会见到 结果老太太叹了口气 就说 是啊 学生仔 你算得真是准 我马上说 大妈 你儿子很孝顺 这句话 几乎可以说 是百发百众 因为父母痛惜 小孩十分 只要小孩还父母一分 父母都会觉得自己的子女很孝顺 否则五亿仔 本身就是小数 如果他儿子真的不忠不孝 他也不会这么难过 更加不会和儿子算命 老太太听我这么说 立刻就流眼泪 他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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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他很孝顺 对我很好 高高大大 有气有力 我看到老太太眼里头都是泪水 我继续说 他这两年犯走马声 老太太问 啊 啊 Which thing 我大声地说 是走马声 也就是要瓶瓶瓶瓶 又累又辛苦 其实在那个年代 唯一找一口饭吃 谁不是瓶瓶瓶瓶 洞瓶瓶瓶 老太太的眼泪 又巴巴声地流下来了 是啊 他去年去当兵 到现在 都不知道是生还是死了 看到老太太流眼泪 我竟然都跟着他哭买 都不知道是为了他呢 还是为了自己呢 老太太见到我都哭了 就拿了一条手筋出来 都很骗一下的 一边帮我抹 一边说 年轻人不要哭 不要哭 我就说 大妈 我很替你难过 年轻人真是生性 真是生性啊 大妈 这个儿子现在遇到难处 很危险啊 老太太很害怕地说 啊 那他还在不在那儿啊 在呢 就还在那儿 不过 实在是太过牙烟了 你都知道了 在战场上面 那些子弹没有眼的嘛 他这个灾啊 要破一下才行啦 如果不破啊 你以后 都不用自意再见到他了 老太太大惊失色地说 要破啊 要破啊 那怎么破呢 我就说 那你拿一块红布 把你儿子的名字寄在上面 晚黑十二点 把他绑在大槐树上 那你就这么说 大槐树啊 大槐树 我儿子认你做契妈 千万要保养我儿子啊 然后呢 扣回三个头 回来再把红布 扣在鸡树上边 那就可以了 大妈 你要记清楚了 解灾呢 说得越生动 就显得越真实 这种认大树做契妈 认水烧鸡做契爷的手段 都是算命先生惯用的伎俩 老太太就问了 啊 就这样就可以保佑武士了 我就说了 大妈 那还没得 你儿子在战场上 杀的人太多了 那些被他打死的人 会回来找他索命的 老太太又开始愁起身 那怎么办呢 那你要帮他做多些善事 多做些善事 善友善报啊 啊 没错 没错 年轻人说得对 说得对 那我要怎么帮他做呢 你帮他捐些香油钱 我帮你拿去寺院 那我属于泄露天机 也要捐一些 捐完就没事了 最迟明年开春 你儿子就一定会回来的了 老太太衣开嘴就笑了 高兴地回到屋里头 过了很久 才拿了两张大白条出来 大白条就是对法币的称呼 因为通货膨胀已经不值钱了 我说了 大妈 这些钱都不值钱了 很多地方都不用了 我没办法帮你添香油钱的 欺骗佛祖的事 我们怎么都不能做的 老太太很尴尬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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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啊 是啊 我这里还有几个铜板 说完又回到屋里头 遵律祖祖的教训 大洋和铜板一律都不拘 这些硬通货掌握在手里头 国民党就算怎么改革都没事 我接过铜板 一看才有三个 我就说了 大妈 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 那我帮你出吧 老太太连望说 哎呀 那怎么可以呢 那怎么可以呢 年轻人 你等一等 我这里还有几尺新布的 老太太又回到屋里头 找了很久 把压箱底的一卷蓝布拿出来 也就是农村用来做皮面的 那种蓝色的粗布 我就说了 那就可以了 大妈 我帮你拿去捐了它 老太太高兴到含了嘴说 哎呀 真是麻烦你了 真是麻烦你了 说完 还把我带出家门口 然后很关心地说 年轻人 慢慢走 村口里有个井 我说 我知道了 大妈 我动着一支粥 装模作样地走出村 我一路跑 一路哭 我说完 我发生了一路 我发生了一路 一路 我发生了一路 一路 我发生了一路 感谢观看